回到本港,佔領行動第25日,焦點再次落在旺角 入是成功申請禁制令的的士團體,下午派人到旺角清除障礙物 期間有佔領人士阻止,雙方一度爭執 到了埃曼,一個男人在佔領人群當中就拿出懷疑裝有異言液體的瓶 有目擊者說他企圖點火,幾個佔領人士將他制服 先由蕭羅文報道,的士團體拆除障礙物的經過 開路!開路!開路! 支持警方團體在登打市街和尼敦道交界機會口號的時候 的士從業員總會的人上前拆除尼敦道路障 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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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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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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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早前獲法團批出障礙物禁制令 律師到現場讀出要求在場人士不阻礙清除路障 佔領人士並沒有理會 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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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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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領人士用索帶加固路障 拆了大半小時的士團體離開 我們的司機自發性的 他現在晚上要交更四、五點 所以全部都走了 因為要交更沒有錢的 但有反佔領人士繼續號召其他人拆路障 警方阻止 警方阻止 你不要每次都擋住市民 放心!放心! 他之後載到亞加路街近波蘭街 和幾個人拆鐵馬 在上面 這個男人是反對霸佔馬路的 綠色和平大聯盟主席伍中榮 他和另外幾個人 騎後被警方帶上警車 他阻礙我們街 我們要拆走我們 伍中榮在下午1點半起 已經在亞加路街清理路障 再整個 很多香港市民都擦拆了這些 你說不讓我們擦呢? 如果你再繼續我們只要制止你 同一時間 亞加路街近尼敦道 有十幾個的士停泊 部分人只要有法庭批出的臨時禁制令 有人帶上鐵鉗、標語抗議 指深計受佔領行動影響 有線電視記者蕭羅文到 下午拆除障礙外物之後 旺角一直有零星衝突 道長艾曼 一個男人在尼敦道和亞加路街交界的 佔領人群當中 拿出懷疑裝有異言液體的瓶 有目擊者說他拿出火機企圖點火 最終被佔領人士制服 他涉嚴重火被捕 另外有人從高處定 訓便和油漆淺重多人 鄭詩詩報導 艾曼在匯豐外面 拿著懷疑異言液體想點火的男人 被一大班佔領人士圍住 有人拉扯推撞 場面非常混亂 有人拉扯推撞 之後有人用索帶綁著男人的腳 將他制服在地上 又有人拿走一個 懷疑再有異言液體的瓶 有很多人已經圍住他 他舉高雙手拿著 這個空氣 我去拿去 當然是在間場 他突然發起狂上來 扔東西 手撿著紅色的火機想點火 後來整班人制止他 就搶回這個火機 幾分鐘之後 有示威者大叫阻止 說無權綁住任何人 之後將索帶解開 但被制服的男人躺在地上 沒有反應 後面不要押 警員和消防後趕到 為他急救 再送上救護車 現場留下一些瓶 到晚上八點多 對面銀行中心就懷疑有人 從高處扔一些糞便和油漆下來 扔中了現場一個小朋友 他的衣服上有一大片污漆 他原本和爸爸在聽港姐發言 之後就哭著跟爸爸走 馬路上就留下多處污漆 傳出陣陣臭味 部分還淺中了馬路上的帳幕 這些混雜著糞便的油漆 懷疑是由陶德大廈高處扔下來 警員上樓調查 在天台發現幾罐油漆和污漆 差不多同一時間 在亞加魯街 布蘭街交界 這個男人 就被指拿出利器去襲擊其他人 被其他徒人制服的時候 他額頭受傷流血 有線電視記者 鄭思思報道 在金鐘 中信大廈保安員早上再嘗試 拆走附近一大鐵馬 即使出事禁制令 仍然有佔領人士阻止 並且一夜操言雜麻清潔工人 有立法會議員到場調停 最終仍然未能移走障礙物 黃沛亭報導 中信大廈對出龍會道 有多重鐵馬 保安員早上嘗試清酒 一剪索架已經有示威者上前阻止 職員遞上禁制令 示威者不接 有人爬上鐵馬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和何俊仁到場調停 這是我們的建築園唯一的走火通道 我們如果火足夠 那怎麼辦呢 不如叫警察和消防署來談 保安員離開 佔領人士隨即再用索帶 保鮮紙、麻繩、加固鐵馬 保安員早上嘗試搬走 停車場出入口的雪糕桶 同樣有佔領人士上前阻止 我今天拍子怎麼做 沒有理由刷 掃啊 又以粗言指責掃街的清潔工 在中信大廈多個位置 包括這個停車場出入口 都貼了這些臨時禁制令 不過鐵馬保安人員仍然沒有辦法拆走 車沒有辦法進入 有先電視記者黃沛騰報導 再有運輸業團體入品法院 要求頒令佔領人士撤離 郡中巴士集團聯同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 以及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入品 指佔領行動霸佔下確度 全港七千幾架非專營巴士受交通嚴重濟失影響 成為受害人 觀眾表示屬下三間公司 在佔領行動開展的頭二十四日內 損失超過三百萬元 要求法庭頒令佔領人士撤離下確度 以及不可以在那個路段 樹立或者是搭建障礙物阻失交通 中大文調顯示佔領行動開始之後 三成七人支持佔領 反超前不支持率 估計與警方執法爭議有關 黃曉怡報導 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 在九月中佔領行動開始之前 與及一個月後 即是佔領了十幾日之後 分別進行了兩輪民調 上個月超過四成人不支持佔領 大幅超過支持比率 但到十月形勢逆轉 三成七人支持 升了六個百分點 不支持率下跌十個百分點 反落後 這八十七枚出雷彈 過半數 五成四人認為 警方施放得不恰當 認為恰當的就有兩成幾 調查已問市民 有幾上任警方 四成四人傾向信任 近三成人傾向不信任 其中傳媒拍到 有警員懷疑在天馬公園暗角打人當日 不信任警方的比率大幅急升至到三成七 九月中的時候 那時占領比較抽象 十月真的發生了的時候 警方有一些行徑可能是比較具爭議性 很可能會令到部分市民 傾向支持多了人去支持佔領運動 中大進一步分析 年紀越輕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越傾向支持佔領 和越覺得警方放出雷彈不合同 有線維持記者黃曉瑩報道 各位現在先休息一會 回來會報道